中汉圆的鸡丝 肉有四个口味 有肉干的 有蛋黄的 有翡翠的 然后有一个原味 我们先来吃一下这个原味 OK 先开一半 这是肉丝的 它外面应该是那个酥皮 然后里面有肉丝 然后粘融 哇 这个的口感很丰富 基本上你吃下去是饼皮的酥脆 然后带出来是鸡丝的咸 然后就是粘融的甜 所以你一进口啊 它不会有腻 而且它不会就是 太过甜啊太过咸啊 更好综合掉 Very good This one very good OK 好 第二个 非常好的排头 非常好吃 很久没有吃了啊 现在全部都是加强味道来的 OK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肉感 嗯 刚才那个是鸡丝嘛 然后这里面就是粘融那边 加了肉感 这个会比刚才那个油腻一点点 因为肉丝嘛 肉丝肯定是比较满油 肉感会比较油一点嘛 嗯 Very good 不错 OK 到 翡翠了啊 这是跟鸡丝肯定是比较油的一样咯 然后可是肥菜呢 它的粘融的部分呢 它就加了一点那个 斑斑的味道上去 这是我们国家的斑斑叶 嗯 BGM我更喜欢这个 因为还有多了一个那个斑斑叶的那个香气 OK 下一个这个是蛋黄 那我们来吃个啦 蛋黄的 嗯 嗯 我吃整个 为什么讲最香气呗 首先里面有鸡丝啦 然后里面 哇 掉涂掉到 里面有鸡丝 然后粘融 肯定和原味差不多 还增加了一个蛋黄的那个香气 哇 这个的 这是最好吃的 如果给我排名的话 我肯定是蛋黄第一位 然后翡翠第二名 第三名是原味 然后第四名是肉干 因为肉干对我来讲有点太油了 因为它本身外面这盆皮也是油的嘛 然后它 啊 粘融的部分是甜的嘛 所以啊 它 比较 太油了 对了 有点太过油 OK 现在最后一个呢 我们就要啊 拍 我们 仪宝最出名的 花生糖 基本上那仪宝的花生糖呢 是 啊 非常好吃的 我跟你讲我从小吃到大这一点 它叫名玉 它是 它是咸的 它是这个味道 它这个花生糖跟外面花生糖不一样 它里面那里是有芝麻 有那个米 炸了的米 然后还有盐 所以它吃下去它不会只是甜哦 还有点咸味 咸甜中和 我吃好这样多全部啦 基本上他们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甜 基本上呢 现代人啊 他吃甜品啊 最重要好吃的是什么 一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不甜 所以OK今天我满足了 因为 我很久没有回我家乡啦 今天我就吃了很多我家乡的食物 基本上你讲他们是不是最出名 我可能不见得啦 因为可能这些只是我本身比较喜欢吃的 可是呢 当一个东西 它是你的回忆 然后还有好吃 那个就是好吃 OK 因为这种店通常都是三四十年起跳的啦 这种店 因为都是老店来的 他们用他们一生 最传统的手艺 然后放在这个食物里面 所以我们要 多多支持他们 然后也找回我们小时候的童年 OK谢谢大家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